为了拿到巨额奖金 小白拉着一具尸体进入了咖啡馆 时间限定必须在四点前完成 一看时间快到了 咖啡还没有做好 他直接把警探的咖啡抢了过来 这才有惊无险的完成挑战 然后不管不顾的冲出了咖啡厅 到了晚上 神秘人说你的突出症 落在了咖啡馆 警方很快就会追查你 你将会因为重火和亵渎尸体的罪名 至少被判十年 但还有个好消息 只要你完成所有的挑战 我们能直接抹去你的罪名 所以小白现在已经没法再回头 不想继续游戏都不行了 很快第八项挑战开始 这次竟然是切掉同学的手臂 看到小白一直不敢动手 同学竟然还开始嘲讽 原来他也在玩这个游戏 最终小白还是做了 然后开车带他去医院 而他同学的下一个任务 就是暴打小白的弟弟 小白非常愤怒 一凳子就把同学打倒在地 很快小白就完成了九项挑战 接着第十项挑战开始 这次是要毁掉自己的婚礼 小白没有手软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 居然就是打开门让警察抓到 审讯的时候警探问他有没有被胁迫 但他没办法说实话 只能说没有 趁着警察放松警惕 他直接挟持了对方 神秘人打来电话 他说其实游戏玩家还有一个 你们谁可以先完成挑战 谁就能拿到巨额奖金 这时他突然偷袭 小白从窗户跳了出来 手机也掉进了垃圾桶里 不过警探并没有对他射击 而是看着小白跑掉 他随便抢了一个手机 大喊着让神秘人打到这个电话里